插入模組之後 插入模組 好了以後 那VBA的程式要怎麼加進來 接下來請你看到上面有個插入 有個程序 插入程序 剛剛是插入模組現在是插入程序 OK 名稱的話我們叫做萬年曆好了 比如說在這裡我要產生一個名稱 叫萬年曆的一個 程序 萬年曆 那等於是說我執行它 它就會自動幫我跑出萬年曆出來 我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會出現一個sub 前面是個public public是這個公有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sub就是副程式的意思 名稱叫做萬年曆 OK 後面有個小 一個小瓜糊 我們移動到 這個中間 End sub就是它有個頭 有個尾 結束的地方 接下來呢 請你按一個 TAB鍵 按個TAB 按個TAB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寫一個 VBA的程式 先產生之後 那 首先基本流程是這樣 這個可以 可以這樣切來切去 第一個呢 請各位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要跑的這個範圍 特別是要這個範圍 列 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藍是哪一藍到哪一藍 如果說呢 你可以先制定好之後 它就自動先確定你的範圍 第一個 先確定範圍 第二個呢 就是把公式 就跟我們上面的這個 函數的公式一樣 輸出之後呢 它就可以一個 一個幫我填進去 填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一直填 填填填填填 照我們的順序 這樣往這邊方向填完 再往這個方向填 再往這個方向填 OK 那我要怎麼讓它可以這樣填 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你需要 寄一個東西 就是回圈 第一個 一個